通貨膨脹加速,拜登支持率降到了41%的新低,同时也传出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不和的消息。 国会面临考验,众议院计划本周将投票通过1.75万亿法案,党内议员提出异议。 班农因为拒绝国会事件出庭作证而被起诉,今天班农向FBI投案。 继特斯拉搬离加州之后,迪士尼员工也开始从加州迁往佛州。 票房里程碑,007生死交战全球热卖创下记录。 美国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指出,拜登上任不到一年,支持率创新低下降到41%,不满意比率甚至高达53%。 与此同时,美国政坛也传出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不和的消息。 由华尔和美国广播公司ABC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有70%的美国人对经济的评价持负面看法,大约一半的美国人将通货膨胀怪罪于拜登政府。 有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拜登上任10个月以来没有什么施政建树,其中包含71%的独立派人士。 民调也指出,在6月份的时候,还有94%的民主党支持者对拜登的施政表示满意。 但是在最新的民调当中,民主党支持者只剩了80%,持负面看法的有16%。 就在拜登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下,CNN在11月14日的报道指出,在对哈里斯身边30多位幕僚、政府官员、民主党人、金主与外部部门采访之后, CNN观察到,哈里斯与拜登陷入了僵局,疑似被边缘化,政治能力不被重视,甚至彼此猜忌。 CNN指出,哈里斯曾经向几位心腹表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能力受限。 有多位哈里斯办公室幕僚表示,哈里斯根本没有机会在副总统职位上做足准备,或者是取得定位,甚至是已经被边缘化。 他主导的两大任务,投票权,中美洲移民,都被视为相当棘手,没有明显的进展。 这让他时常遭遇到党内的批评。 而在拜登民调大跌,不会连任的消息满天飞之际, 拜登团队也密切在关注着哈里斯的任何动向,担心他怀有二心。 这更让哈里斯和他身边的人格外谨慎,不能发生任何失言事件。 报道指出,哈里斯的办公室长期不受重视,与其他部门也呈现出不稳定的关系。 而拜登自己目前也正面临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所以也无暇顾及哈里斯。 据消息说,双方团队的紧张冲突不断积累,他们已经陷入僵局。 距离2022年中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间,民主党面临多项挑战与困境。 拜登的支持率低迷与经济因素息息相关,包括通货膨胀创下了31年来的新高。 高失业率还有今年节日购物季供应链危机等等,都使拜登的支持率大跌。 最新发布的《梅德因记事报》《爱荷华州民意调查》发现, 拜登的支持率在爱荷华州只有33%, 而近日哈里斯的民调支持率也只有28%, 这都为民主党人中期选举敲响了警钟。 ABC和华邮在过去40年来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如果假设调查当天举行中期选举投票,选民们会投给谁? 结果显示,今年有51%的登记选民会支持所在选区的共和党议员候选人, 而只有41%的受访者选民,他们支持民主党候选人。 这不仅是共和党40年来最大领先幅度, 也是第九次由共和党享有领先民主党的优势。 近期,众议院通过了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法案, 但是却没有拉起拜登的支持率, 这可能让即将投票的1.75万亿重建美好法案更难过关。 近日,众议院民主党人竟相支持拜登的1.75万亿社会和气候支出方案, 但是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警告, 民主党人将利用这项法案给美国人民加税, 而激进的左派创纪录的支出已经导致了美国创纪录的通货膨胀。 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预计本周将会在众议院进行投票。 据《国会山报》的报道说,在整个夏季还有秋季, 关于1.75万亿社会和气候支出法案的辩论充满了戏剧性, 民主党激进派和中坚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民主党中坚派的参议员曼清将会继续在参议院进行抵制。 随着通货膨胀率最近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 曼清将会有新的筹码来要求削减1.75万亿方案预算。 其中有几项是他一直抵制的条款, 包括带薪家庭休假和医疗保健的扩大。 参议院不太可能在12月之前对这个法案采取行动, 但是民主党认为他们在众议院将会取得重大胜利。 虽然目前还在等待国会预算办公室给出数据, 来评估这个法案是否会增加赤字, 但众议院的温和派人士发誓要在本周的会议上支持这个法案。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高级成员乔丹在接受节目采访中表示, 他认为重建更好法案将会提高美国人民的税。 他说,对于所有一直在工作的人们来说, 他们现在将会被增税。 乔丹说,左派的不计后果的支出导致了创纪录的通货膨胀, 而真正的受害者是美国家庭, 他们将不得不为买房或者租房, 为汽车加油, 甚至为今年的感恩节火鸡还有圣诞节礼物支付更多的费用。 乔丹说,他们的经济计划实际上是锁定经济, 疯狂消费,付钱让人们不工作。 乌党派的税收政策中心在上周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 称拜登的社会支出法案草案中的条款将违反他们的承诺, 也就是加税只影响收入在4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 如果这个计划实施, 这个智囊团队认为, 中低收入家庭平均要多付100美元左右的税, 而那些收入在20万到50万美元之间的家庭, 每年将平均多缴纳230美元的税。 班农被卷入今年1月6日的国会大厦事件, 他因为拒绝众议院调查特别委员会的传唤作证, 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罪。 在今天11月15日他向联邦调查局FBI投案。 67岁的班农在今天11月15日的上午抵达了华府的FBI办公室。 他在进入大楼前, 还透过社群平台发表谈话, 呼吁他的支持者们持续关注相关的消息。 班农被拘留以后, 预计将会在今天晚间出庭。 民主党控制的调查委员会在10月初, 曾经向班农发出传唤文件, 要求他提供证词。 班农律师表示, 根据川普的指示, 这个调查委员会所要求提供的文件还有证词, 是受到行政特权的保护, 因此班农拒绝配合调查。 他在11月12日被控两项刑事藐视罚庭罪, 一是拒绝出席国会作证, 另外一项是拒绝提供文件回应委员会的传票。 到目前为止, 这个调查委员会已经向十几名前川普政府时期的官员, 还有相关人员, 包括前顾问斯蒂芬·米勒, 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 还有白宫新闻秘书麦坎纳尼发出了传票, 并要求他们提供证词或者是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 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官员都曾因为不理会国会的传唤而被控过描示, 但是以刑事案件起诉相当罕见。 美国司法部表示, 每项罪名最轻30天徒刑, 最终要关上一年。 由于有利于经营, 华特迪士尼公司的2000名员工将会从加州搬到佛罗里达州, 而很多人已经在奥兰多附近买了房子。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由于佛罗里达州的商业环境很好, 不需要交纳州所得税, 迪士尼将会把2000名员工从加州搬到佛州奥兰多的一个正在建设的新迪士尼园区。 搬迁是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的, 会在18个月内完成。 阿美尔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近日对媒体表示, 很多迪士尼员工正在看房, 他说, 公司的库存可能不够了, 这不仅仅是2000名员工, 而是2000名员工, 他们的家人和大家庭。 佛州中部可能出售的房屋目前正处于历史低位, 奥兰多9月份的可以出售的住房, 比去年9月份下降了39%, 佛州房屋的中位价为31.8万美元, 远远低于加州的91.1万美元。 而迪士尼并不是唯一一个搬离或者是部分搬离加州的知名大型企业, 惠普科技公司和甲骨文公司早在去年大流行并开始, 就将公司总部搬到了德州。 而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也在上个月将公司总部从加州硅谷搬到了德州。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 对员工来说, 硅谷生活费较高, 房价也太高, 而马斯克本人也把家搬到了所得税较低, 规范较宽松的德州。 在今年, 加州报告了这个州历史上第一次年度人口减少, 在2020年减少了超过18.2万人。 受大流行病的影响, 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20年秋季学年大幅下降。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国际教育研究所在10月15日也就是今天, 发布了一项对美国近300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调查。 结果显示, 在2020年到2021学年, 在美国高等院校注册的国际学生下降了15%, 总数为91万4095人, 是自2015年到2016学年以来, 第一次降到100万人以下。 同时, 新生入学人数也减少了45.6%。 中国和印度的学生人数继续在美国高等院校招生中占主导地位, 两国学生总数占了美国所有国际学生的一半以上。 来自中国的学生人数为31万7,299人, 比上一年下降了14.8%, 占所有国际学生的34.7%。 加州还是最受国际学生青睐的地方, 排名在第一, 吸引了13万2,758名国际学生, 其次是纽约州。 报告显示, 在美国所有院校和大学当中, 纽约大学依旧是国际学生的首选目的地学校, 然后是马赛诸萨州波士顿的东北大学, 第三名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南加州大学则退居到第四位。 但加州大学系统的圣迭哥、洛杉矶, 还有伯克利、尔湾和戴维斯的校区 都排在全美的18名内。 美国教育研究所还对2021年8月份到9月份 新学年的入学情况调查了860多所美国院校。 今年秋季学区的预期较为乐观, 首次在美国院校注册的国际学生人数大幅反弹, 增加了68%。 2021年秋季国际学生入学情况概括反映了 美国的高等院校机构在大流行病期间的弹性 和学生的流动性。 在新生入学人数方面, 有70%的受访院校表示, 新生入学人数有所增加, 有10%的院校表示入学人数保持不变, 有20%的院校则表示入学人数有所下降。 詹姆斯·邦德又完美地完成了 一项任务。 最新的一部007系列《生死交战》在周日11月14日 以5.5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完美结束, 成为大流行病期间国际票房收入最高的好莱坞电影。 《生死交战》是007传奇系列的第25部作品, 是由卡里·福勇指导, 并由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扮演007这个角色。 虽然由于大流行病危机, 这部影片发行被多次推迟, 但最终大家还是等来了这部电影。 《生死交战》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在18个市场超过了007天目杀鸡的终生总票房, 而在另外22个市场, 也超过了007幽灵党的终生总票房。 在英国、爱尔兰、荷兰还有瑞士, 《生死交战》这部片子是环球影业 有史以来收入最高的电影。 同样在英国, 《生死交战》超过了《复仇者联盟4》、 《终局之战》成为票房第五高的电影。 10月14日, 《生死交战》在影片的最后一个主要市场, 澳大利亚上映, 并获得了82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 在北美, 这部詹姆斯·邦德的电影 在11月14日突破了1.5亿美元的大关。 在昨天结束的时候, 全球总票房达到了7.086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 这也是大流行病时代的最好成绩。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留言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